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崩离析 生活也过的是一年不如一年 在北京郊区就有这么一家人 原本他们的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 但是先是女儿把七十多岁的父母告上了法庭 然后母亲又把父亲给告上了法庭 这是官司连着官司 他们这一家人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呢 前些年 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寒庄村的蔡联明夫妇 以及儿子儿媳所在的村子纳入了拆迁范围 根据拆迁政策 他们可以分得四套楼房和一些补偿款 2014年的4月 就在一家人沉浸在乔迁新居的喜悦中 女儿蔡文霜将父母蔡联明 母亲卢凤叔 以及哥哥蔡文宝 嫂子赵凤玲告上了法庭 原因是自己曾经在26年前 共同建设过老宅子 她要求拿回这四套楼房里面 属于她应该拿得的那一份 一场民事诉讼就此开始 女儿要求分房子 但是呢 母亲却不认为女儿曾经投资 建设过老宅 我闺女她要有户口 她要是站住地 她要是户口她存在家 不用您说 二一天都 她结婚26年来 等着一瞅弄楼房来 一瞅着到弄楼房跟前来 一口咬定 便要她那俩门 这她呵不听力吗 她也不喝不上清理 按理来说呢 谁投资谁受益 如果女儿蔡文霜 真的出资建了房子 那么现在老房子拆迁 那确实应该给女儿一份 可是呢 在一些农村啊 有些人总是这样认为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财产那都是儿子的 女儿没份 那么到底是这老太太 诚心不想把财产分给女儿 还是女儿想要分一部分房产呢 这一切看来都得要在法庭上 才能分个明白 母女两个人 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 甚至在庭审过程中呢 母亲以当庭下跪的方式 否认了女儿的说法 一开始的时候呢 父亲也否认了女儿的观点 全家人都反对女儿的观点 那么女儿究竟是有没有参与过 投资建设父母家里的老房子呢 我们都知道 在二十几年前 农村那还是不富裕的 即使是在北京的郊区 想要建房子 很多人家还需要 亲戚朋友的帮助 这家借个一万 那家支援个五千 这蔡文霜嫁出去之后 会不会看到娘家没钱做房子 也慷慨解长过呢 这本来对于农村家庭来说 碰上房屋洞迁 又给了安置房 又给补偿款 这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这一家人 却因为这点东西 闹得亲人反目 这亲闺女把自己的亲爹亲妈 还有亲哥告上了法庭 这种事 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记者特地采访了 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的法官 朱正 我吓了一跳 因为庭审过程中 老人心情突然的激动起来了 然后跟我说 他这样说是不对的 他是一种污蔑 或者是一种诬陷 情绪还特别激动 当时失声痛哭 所以说当时我们也是宣布一下休听 缓和一下这种气氛 朱法官说 因为在法庭上看到 卢丰叔老太太情绪非常激动 又是下跪又是哭泣 法官不得不暂时休庭 后来他们特地到村子里去进行了调查 这个蔡文霜 到底有没有出资建设娘家的老房子 就是法官最主要的调查目的 一番调查下来 他们发现 蔡文霜竟然拿不出什么有利的证据来 我们在审理案件过程中 像产权 像所有权 或者说物权 这样在证据的审查上 上面的考虑上 当事人或者是我们的老百姓 他没有什么证据 实际上没有什么证据 那么蔡文霜 告诉自己的父母和哥嫂 他到底有什么证据呢 谁都知道 法院就讲求的是证据 没有证据 法官不会支持一个人的诉求 您也别说 蔡文霜还真的就拿出了一些 意想不到的证据 一个是他父亲 再有一个是当时的公友 经过法庭调查 在蔡家当时没有拆迁的宅院里 有两处房产 分别是父母居住的143号 和哥嫂居住的141号 大家都对父母居住的143号房产 没有争议 存在争议的是 哥嫂居住的141号房产 为此妹妹说 自己26年前 曾经参与投资建设的 这个房子 就在这个时候 之前不认可女儿的父亲 此时却站在了女儿的一边 认为女儿应该有她的一份 八八年盖房 八七年柴 是吧 那时候找办公子不好找 刚开开放吗 我去从什么厂子 都是 我一下子里边 去厂子给我柴房去 早点我得给买了 吃了一会儿 去这柴房去 我说这闺女 跟人一样的闺女 照样养 我说她咋不应该她得的 她说这个 她是外官的 同时呢 妹妹也在法庭上 出示了当时一位帮工的证词 证词中说 确认有过帮工 但是属于是无偿帮工 原来啊 蔡文霜在法庭上拿出的证据是 当年她叫上了工友 上自己家帮忙盖房子的证据 不但这样呢 甚至她的父亲也作证 蔡文霜是帮过忙 女儿的工友也多次来家里干活 但是呢 对于这两份证据 母亲如风疏 当庭呢 否认了女儿的说法 你看我这儿咋的 我说 人家吹就知道 盖了三层房 都是我操事 我儿子帮我干 母亲说啊 女儿压根就没有帮忙盖房子 真正盖房子的 那是儿子出了力的 这个事情过去了26年了 会不会是老太太 记不清楚了 或者这位母亲 有点偏心 不承认的呢 而蔡文霜的哥哥说 其实就算妹妹有过帮工 那也仅仅是做了点事情而已 而自己住的这个房子 后来就翻修过多次 早就跟原来的房子 不是一码事了 我母亲带着房子以后 我又都是重新装修 姐我都漏 全是平房 那是瓦房啊 漏椅什么呢 全是我自己又失控了 因为这一点 一家人分成了两派 父亲和女儿认为 应该从141号的这处房产中 拿一份财产给蔡文霜 母亲和儿子 儿媳妇则不同意 那么曾经参与建设老房子的蔡文霜 在法庭上能不能分得一份房产呢 稍后我们接往一看 一家人分成了两派 他们水火不容 都是我带子 我还我们给分家子 这主要的 当家人都是我呀 法官断案 女儿是否能拿到一份财产 这个房子到底是谁主导盖的 在谁的地方上盖的 这是我们要审查的一个主要 这更重要 别让拆迁 拆散了亲情 太阳正在播出 前面我们说到呢 北京的一户人家 两套老房子要拆迁了 政府给他们分四套房产 而嫁出去26年的女儿认为 当年她为了建设141号这座老房子 出了不少的力 所以呢 应该分一部分房产 现在啊 这141号房产眼下呢 是归属蔡文双的哥哥蔡文宝的 而143号房产呢 则是属于他们的父母的 那么 法官是不是会支持他的这种观点呢 我们接种来看 当时的这个 上班的一些领导 用来作证的证明他当时盖房的时候 出过力啊 有过这方面的这个付出啊 那么这个东西又涉及到一个什么其他问题 就是你出过力啊 你为这个家庭添过砖 加过瓦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你的 这个我们是不画等号的 不画等号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对吧 但是我们又是各自独立的一个个体 那么你比如说 我回去啊 给我父母做顿饭 我是不是要向我父母收钱呢 是吧 如果把这个市场精细化的东西 我们引用到家庭的这个这个规则里面 显然是不适用的 那么你作为女儿 当时家里在盖房 我说我请两个人过来帮帮忙 或者是家里盖房的这个工人在吃饭呀 我给他做做做个饭 那是不是这个房子盖好以后 我必须要得到这个房子房产多少多少多少 那不是这样 法官认为房产的归属不是以谁出了利 就应该享受分配房产的权利的 农村的一套房子 跟城市里的房子性质不一样 它没有产权证 但是判断一套房子是谁的 法官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这个房子到底是谁主导盖的 在谁的地方上盖的 这是我们要审查的一个主要 这更重要 据了解 这种有争议的房子是在80年代初建造的 刚一开始是一间简单的民居 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变迁 房子的结构和装修 有着经济富裕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从简单的民居到砖瓦结构 从砖瓦结构到二层小楼 到拆迁之前的三层小楼 每一个时间节点又有着不同的变化 经过法庭调查之后 法官确认 女儿蔡文霜提供的证据不足 所以不能分得各个房产中的一部分 就在这个时候 父亲考虑到女儿嫁出去26年 过去也曾经吃过一些苦 也想让女儿获得一份财产 父亲在法庭上又提出说 儿子在没经过父亲的允许下 私自办了141号这套宅子的门牌号 以及拆迁的手续 所以儿子的两套房屋的所有权 应该是父亲的 这蔡莲名响呢 他名下呢是一套老房子 儿子名下呢也是一套老房子 如果这两套房子都是自己的 那么他就可以分得四套房子 这样一来呢 他就可以支配其中的一部分 补贴一些女儿 但是呢父亲的这番话 让儿媳妇很不满意 然而这个时候呢 母亲和儿子提供了另外一个证据 儿子居住的141号房屋 最早的所有权是叔叔的 叔叔无儿无女 是儿子经常照顾叔叔 叔叔去世之后出殡的时候 也曾经为叔叔披麻带笑 所以呢就能够证明 是叔叔将房子过继给了儿子 那么按照母亲和儿子的说法 这种农村的习俗 是不是算是一种财产的 农村有些习俗 比如说在这个人去世以后 办理丧葬事宜的一些重要环节 是交给这个死者认为最重要的人去办 所以说当时这个儿子都提出 这个人死亡了以后 我给扛的番 我给摔的挂 所以我当然有权利 从他手里 从这个死者手里 得到他相应的财产 这还真是暗中有暗 原来归属在哥哥名下的房产 还有这么一个故事在里头 蔡文宝认为 属于他个人的老房子 最早是叔叔留下的 因为他承担了继子的义务 所以这个房子是他个人的 但是法官不这么认为 我不可能说是 你给他摔了一个盆 扛那个番 这个房子就是你的 这是不可能的 连派出所户籍证明都不可能 来等同于你的房屋所有权 那么这些东西只是你的一种行为 农村一种习俗 但是还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从侧面来说 农村有这样的习俗 我们可以结合其他的证据 综合的考虑 他说的这个情况 法官认为 判断房子的归属 最为重要的还是要看到底是谁 出资建造的 你比如说 就是建房 这个房谁建的 是吧 谁出的资 这是最简单的 是吧 我们说房屋虽然没有所有权证 但是这个房 我一砖一砖一砖 我给进来的 我当时在这方面 我花了多少多少钱 这是一个显然是一个很主要的问题 就在法庭否认了民间习俗能够继承财产的说法之后 儿子又拿出了姑姑的证词 证明说 在叔叔去世之后 在爷爷奶奶的主持之下 用口头赠语的方式将叔叔的房子给了自己 但是对于姑姑的证词 妹妹则说出了另外一番话 那么爷爷奶奶的口头赠语 是否就能够算是一种财产继承仪式呢 首先是说我们说赠语合同这个问题 赠语合同一定是书面的 一定是书面的 那么在这起案当中 赠语的这个人已经去世了 你就不能再找到他 你说你这怎么找他就没法找了 是吧 叫死无对证也可以说 儿子蔡文宝的两条举证 农村习俗继承仪式和口头赠语 法院认为不能作为证据 之后法庭又经过多次责访公安局村委会 调查了解所有的信息 他们发现141号房屋 确确实实是蔡文宝所建 所以这房子的所有权是儿子蔡文宝的 那么父亲所说的儿子私自办理门牌号的说法 是否可以认定这个房子就是父亲的呢 这个就是在我们农村的这个地区 有一个典型的特点 就是我们农村地区 它的这个平房的建筑 现在是没有所有权证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房屋产权证 我们房屋产权证一般是在城区才有 在农村区没有 它这个东西呢 就是按照我们常理来说 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这个门牌号码不能等同于所有权 也就是说 不是说这个门牌办在谁的名下 这个房子就是什么 您可千万别小看了农村的这个门牌号码 法官了解了之后发现 农村的这个门牌号码 虽然不能够决定房子的归属 但是呢 它还是有着一定的指向的 这是明确的 因为它跟它的户籍有一定关系 就是你的户口在哪 你的门牌号可能都在哪 但是它牵扯到一个户主的问题 户主的问题 牵扯到我们户口本第一 就是户主是谁 在农村地区办理门牌号码 是有严格的规定的 是有严格的规定 它有一定的手续的 虽然我们说不能懂同于所有权证 但是你当时办理的时候 毕竟提供一些材料 从这些材料的这个提交上 还有从这个当时我们这个 镇的政府 还有我们这个村委会 可能都会提交一些相关的材料 那么从侧面可以作为一种佐证 结合其他的证据 在综合的认定这个事情 正是因为这样 蔡联明说 儿子这套房子的门牌号码 是儿子私自办理的 事先没有告知他 所以这种行为无效 对于这个说法 法官也做了调查 我们通过这种常业来分析 作为父亲来说 他说这个门牌号登记的时候 他不知情 但是我刚才说 门牌号登记是有手续的 你不知情不行 你不知情公安局那会儿 你都过不去 而且门牌照是发一个证的 是给你发 你要钉在那个墙上的 你能说你不知情吗 你天天跟家住 天天都看着有一个门牌号 你说我不知道办一个门牌号 那么第三个 就是父亲本身作为一个被拆迁人 他有他自己独立的宅员 跟儿子跟女儿都没关系 是老养口的 他亲自办个拆迁手续 那么这处房 你没有亲自办 而拆迁也是有一种手续的 是要经过公事的 这房到底是谁 拆迁公司是有 包括开发商 是有一套完备的手续 那么如果你说 我不是这村的人 我根本都不知道拆迁 有可能你的房 呱呱呱呱本身拆了 那么你是这个村的人 你亲自自己独立的办了一套手续 那你应该是熟知 这个拆迁的这个流程的 那么反而这一套房子 你没有亲自参与 那么我们说 你跟厂里 又有一个违背厂里的地方 正是因为这样 法庭在充分调查了解了实际情况之后 做出了判决 我们最后认定 一共是四套拆迁制房 那么有两套 所对应的那个宅院 实际上我们认定是 儿子自己建的 那我们就把这两套房 就判给了儿子 然后这两套房 所对应的拆迁安置补偿款 那么也都贵儿子所有 后来这个 当然女儿这一方 觉得还是有些问题 他们上诉 上诉以后 二审但是未失 最终法庸的判决是这样的 位于北京市平谷区 山海民居 北区二号楼 二单元 三零二号和三零三号房屋 以及补偿款 归蔡文宝 赵凤玲所有 驳回原告 蔡文霜的其他诉讼请求 这就是说 141号 蔡文宝所获得的两套拆迁安置房 尽管妹妹蔡文霜出过例 但是产权跟蔡文霜没有关系 正当大家都认为 这女儿告父母 凶嫂的案子应该了结了 另外一起官司又出来了 原来母亲 把父亲又告上了法庭 她要求离婚 这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被推出家门的母亲 该何去何从 都搅着我这 都把我搅这个 还我这搅门 都把我顺着那边搅出来 都把我推出来了 老两口闹离婚 是家庭暴力 还是另有隐情 老两口一直处于分局状态 一直就是 今天她打打我 明天我打打她 就是这种状态 别让拆迁 拆散了亲情 她呀正在播出 尽管蔡文双拿出了一些证据 但是法院认为 这些出过力的证据 还是不能证明 她有这栋老房子的产权 所以蔡文双败促 正当大家以为 这件案子就这样了结了的时候 没想到 母亲又把父亲给告了 她要求离婚 你看这都六七十岁的老人了 还离什么婚呢 老两口来离婚的时候 我们在练之前 给她做个大量的工作 但是老太太非常的坚持 非常坚持 就是说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而且在整个的 我们在之前 一审二审房产之宿当中 老两口一直处于分局状态 一直就是 今天她打打我 明天我打打她 就是这种状态 所以后来我们就 进入个正常的这种生理阶段 原来导致父母离婚的 直接原因就是 蔡文霜没有分到哥哥的房子 一气之下 她住进了父母的房子里 想想这都是母亲支持哥哥 才有这样的结果 于是她就迁入于母亲 将母亲赶出了家门 要么来看 这蔡文霜这么做 确实不地道了 也违背了公理 母亲这么大年纪了 你这么做 于心何人呢 法院既然判你败诉 自然是因为你证据不足 百年之后 理论上 你还是可以分配父母的遗产的 根本犯不着 如今就把母亲赶出家门 但是呢 蔡文霜没有顾及这些东西 她硬是先做出了如此绝情的事情 她说她的张文霜 这都在西边小区住 她说 你是她的母家吗 我说是 我说你有事 我说你去咋了 她说不了 她说你老太太 这里哭呢 我是三层 她说我 我们抓了一个人 哎 正在路过 把她给领 领我那去的 她说得经我 你要跟你 要一千二一个月 那个生活费了 你再来 不要一块按生活费了 你都跟他们合唱楼台去吧 都揪着我这 都把我揪这个 我还问是走门 都把我顺着门揪出来 都把我推出来了 推出来了 我差点没躺地 我都靠到那个南边那枪那来 回来他们都进去吃饭去了 我哥在外头哭 为了能够拥有自己的房子 无奈之下 母亲起诉 要求离婚 我们说这个钱 房子 是矛盾的一个催化剂 以前可能 锅碗瓢勺碰一碰 哎 就过去了 这一回就过不去了 就打的是你死我活 经常是 你去我的家里 呱呱呱呱 把东西砸了 我去你的家里 呱呱呱挑一场 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这样的事件经常发生 经常 报警 请民警 紧来处理这样的情况 两位老人的名下 原来是有一栋老宅子 拆迁之后 政府分给了两套楼房 虽然蔡文霜 占据了一套大的 卢凤叔 可以住到小一点的房子里去 但是因为他双目失明 没有人照管 就无法生活 所以 卢凤叔老人 不得不住到了儿子家里 正是因为这种情况 一边被女儿赶 一边又被老伴打 所以 卢凤叔 才要求离婚 分割房产 我印象当中 去他们家 再有四五次 经过多次调解之后 华院无奈 还是判处了 卢凤叔和蔡联明离婚 当年的除夕夜 是蔡联明家 头一次全家 不在一起过年 离婚之后的蔡联明 如今自己居住在 这间大房子里 房间里面 已经是凌乱不堪 这个时候 他才觉得 没有了老伴 二屋子里空荡荡的 所以一有时间 他又拿出 和老伴两年前的 合影来端详 这是我 这是我 他妈 对于父母的离婚 女儿灿文霜 是这样理解的 我妈现在都说 我爸腿腿捏在他 打他 骂他 你说可能 他不哪儿说能离婚 但是对于离婚的原因 这一次 母亲和父亲的观点 竟然相同了 这里 他离的 他离的 不是为这个事 他为药楼房子 都以前对我脑不好 我都想我们是一个 完整的家 我都养他 一辈都是我养他 就用这方 我闺女挑拨他 真是让人惋惜 最后老两口 也没有过到一块去 虽然法官在中间 尽力地调解 但是因为他们的 急怨实在太深 所以最后 落得了这样的结果 其实看着这个故事 我们倒想说 人世间的财产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如此的争来争去 亲情都争没了 父母也不能安度晚年 这到底 因为什么事情而引起的 作为当事人 其实真的应该 好好地反思一下 好 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拍案 明天见 老五中介所内 深夜发生命案 寿小女子声称 自己就是凶手 我只想和杀人尝语 究竟是真是假 凶案背后 会是怎样匪夷所思的真相 这个女子对这一点上 她不能自圆其错 真假凶手 太阳 明晚不听